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道 美海军陆战队登陆台湾附近岛屿为冲突备战 在最近于4月底到5月初举行的美飞军演中 几支小分队飞往分布在具有战略意义的 旅宋海峡上的三个小岛上 小分队的出现表明 进行跳岛战术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正与盟友一起 前往有朝一日可能与中共军队作战的地方 《华尔街日报》5月26日报道 这是一场军事演习 海军陆战队正在为现实世界的一场冲突做准备 他们正在微调一项战略 在他们看来 这一战略对于在临近岛屿上与中共作战至关重要 他们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兵海团 该团成立于2022年3月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经过数十年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斗后 为更好应对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面重新设计一部分 菲律宾北旅宋军区此前指出 旅宋海峡是调动部队已获得战略优势的战略要地 也被认为是海空交通的咽喉点 4月22日到5月10日 美飞举行了2024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 外界注意到 美飞将包括伊特巴亚特岛在内的几个靠近台湾岛屿 纳入军演 这凸显了菲律宾在潜在的台海冲突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华日记者与第三滨海作战团一起飞往位于旅宋海峡的伊特巴亚特岛 作战人员在那里测量了道路和桥梁 以确定在战时可以运营哪些车辆 然后前往该岛北部面向台湾的地方进行仔细观察 另一个战斗小组则去了菲律宾北部 距离台湾只有88英里的雅米岛进行地面侦察 以便了解在战争爆发时他们在该地需要准备什么 他们了解到战时真正需要的 但目前还没有的设备是船只 船只可以在各个岛屿之间 或从海岸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运送陆战队员及其装备 没有船只 海军陆战队就会受到该地区崎岖地形和狭窄道路的限制 只能依靠直升机运输 但直升机在战时太显眼 且运输量比船只更小 美军战略在冲突时让中共疲于追踪他们的下落 道导说 在冲突中 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将携带导弹和雷达 尽可能远 尽可能快地向前推进 他们将以小队为单位 穿过岛屿和海岸线 他们将继续前进 这样中共的导弹 传感器和无人机将无法找到他们 驻扎在夏威夷的兵团指挥官约翰 莱恩告诉华日 敌人将不得不花费大量资源来弄清楚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使他敌人这个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化 海军陆战队的部分目标是在冲突初期 使中共陷入困境 为其他美军部署到位争取时间 华日援引在海军陆战队大学任教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杰明 詹森的话说 这些更小 更灵活的部队将成为21世纪的滨海骑兵 他说 理想情况是 你有这些在第一岛链上下一栋的流动部队 这样你就能不断迫使中国寻找你 这将给中共的情报网络带来巨大的负担 公开信息显示 第一岛链北起日本群岛 琉球群岛 中阶台湾 南接菲律宾 大汛他群岛至新西兰 这是美国外交国防政策中共的第一道防线 在实际演练中 美军要实现上述所有目标并非一事 在不同问题上面临挑战 包括运输物资等 过去两年来 海军陆战队第三兵海团 在夏威夷群岛进行了训练 在加州进行了模拟作战 并四次前往菲律宾 他们正在演练 在保持隐蔽的情况下进行通讯的战术 例如 在电磁频谱中制造大量噪音 引迷惑敌军等 菲律宾对美军应对台海冲突极其重要 菲律宾去年8月在公布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中 曾明确表明该国对台海冲突的立场 文件说 鉴于台湾与菲律宾群岛的地理距离较近 而且有超过15万菲律宾公民居住在台湾 台湾海峡的任何军事冲突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菲律宾 菲律宾担心其经济稳定 潜在涌入的难民 以及海外人口的福祉 文件说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此前明确表示 在两岸紧张局势方面 我们处于最前线 菲律宾之前允许美军使用5个非国军事基地 去年宣布再增加4个基地 使得该国向美军开放的基地总数升至9个 新增加基地中有两个位于距离台湾较近的吕颂岛 菲律宾表示 这些地点极具战略意义 曾在川普政府担任五角大楼东亚事务最高官员的兰德尔 施里福等专家也说 吕颂岛对美国陆军具有极大意义 特别是作为火箭 导弹和火炮系统的潜在发射地点 可用于对抗中共对台湾的两栖入侵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中洛亚采访报道 中共围台军演被看出破绽 专家主要做内宣 中共为期两天的多军种围台军演上周五结束 这次号称全面封锁 台湾的大规模军演并没有在台湾引起恐慌 台湾军方还显露出可以随时击落中共先进战机的能力 专家认为 中共军演被看出破绽 与真正战争时的状况是脱节的 其对内部舆论上的目的高于军事 这次中共军演号称围台 针对台湾本岛以及金门 马祖等离外岛周边海空域 在历史两天的演习期间 中共官媒上充斥着中共东部战区部队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开展舰机协同 对海突击 对陆打击训练的视频和文字报道 东部战区还发布了部队从多方向抵近台湾本岛 以及离外岛站寻演练的模拟动画 台湾的国防部表示 国军24日在台湾周边空域 一共侦测到62架次中共军机和27艘次的舰艇 其中47架次的军机逾越了被视为两岸非正式分界线的台海中线 包括苏-30战机和何尝兼备的轰-6轰炸机 在台海以及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上空活动 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间针手段 严密掌握 并简派任务基建及按机导弹系统试切应处 国防部24日还公布了台湾空军拍摄的 中共殲-16战机和轰-6轰炸机的画面 但是并没有说明这些画面是在哪个空域拍摄的 其中一个视频画面显示 殲-16战机和轰-6轰炸机被台湾F-16V型战机雷达锁定 飞行员只要一按发射按钮 就能够用空对空导弹将其击落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 26日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这次军演很明显是用来做内宣 转移国内经济下行的矛盾 党媒宣传的所谓六个跨海杀器 甚至部分台湾人担心共军会威胁加山基地 其实都不存在 苏子云说 台湾的花莲加山基地有长城的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 在真正情况是不会让解放军的飞机跟船靠近的 台湾秀出了部分实力 包括反舰飞弹的机动部署 射程大概200公里 中共的船舰要突破巴士海峡或者是宫古海峡 是很困难的 就台湾空军发布狙击手拍摄锁定中共战机的影片 苏子云说狙击手辖舱大概在空对空模式可以拍摄180公里左右 也就是中共的军机可能都还不知道就被台湾人锁定了 必要的话台湾用长城的AIM-120飞弹加以攻击 他认为台湾国防部泄露这些消息 一方面警告共军 另一方面是安定台湾的民心 中共两天演习并没有用实弹 苏子云说 中共这次是舆论上的目的高于军事 没有实弹射击是要降低周边国家的反弹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防部表示 中共军方进行此类演习为美军更加深入了解中共军队的运作方式 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事实上 这些活动显示出解放军要成功实施他们正在演习的这类任务将是多么困难 苏子云对大纪元说 台湾是防守作战 相对容易集中局部优势 现代的防空飞弹和反舰飞弹 也方便结合海峡的地理进行防卫 加上有其他盟邦国家的协助 他说 共军的这次军演也提供了美军一个很好的观察机会 可以看出共军的一些破绽 事实上 中共如果真的要攻击台湾的话 这种两栖作战是非常困难的 中间只要一个环节被打断 就全盘皆输了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志东博士 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的军演与假如发生战争的状况是脱节的 当台海爆发军事冲突 假如中共没有办法有效地把台湾陆基的防空和反舰飞弹 机动的飞弹全部摧毁 台海上的西岸上空的飞机和船舰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像现在这样随意活动的 同样在东海岸也是一样 中志东指出 台湾现在飞弹的密度仅次于以色列 当台海真正发生军事冲突时 共军的船舰是不能很顺利地突破第一岛链 像现在演习这样去到东海岸去活动的 另外还牵扯到跨海攻击和补给问题 即使共军把台湾的防空跟反舰飞弹消灭 执行两栖登陆也是难度非常大的 他说台海的状况跟俄乌战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要跨海攻击 这是中共最大的一个短板所在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